中央社记者程启峰高雄三日店高雄市左营区一间彩券行昨天深夜发生抢案,一名男子洋装买彩券丢下一碟 伪超抢走2000元超级红包呱呱乐162张,价值新台币32.4万元,警方已锁定可疑对象展开追击 位于高雄左营区果贸社区的浙家彩券行昨天深夜11时鱼缸打烊,一名女店员在店内清点财务时,一名男子拍打电加铁,要购买呱呱乐,并拿出 装有厚厚一叠千元伪超的红包降低店员借新,趁女店员拿出九本呱呱乐供他选购时,丢下伪超红包,抢走九本呱呱乐后骑成白色机车逃逸 左营警分局启文派出所拒报赶到展开清查发现,这名抢嫌昨晚曾良装顾客来店假装研究名牌,碰到远警道 厂巡逻还向警方寒暄问候,直到昨天深夜11时铲券行店员事宜要打烊才离去,警方已锁定展开追击 警方指出,铲券行遭抢走的呱呱乐共162张,价值32.4万元 经条月彩券行监视器发现抢嫌为一名中年男子,身穿青绿色外 套,正扩大条月沿途监视器并锁定特定嫌疑人积极侦办 编辑,管中为10800203 удь佩可,好开心的客人 好的,我们试投 modern